一瓶酒而已 那瓶酒是我这 同志 你的酒找到了 你知道我能接住 一瓶酒 承恩 承恩 你没事吧 没事 上哪儿了 为了瓶酒 命都不要了是不是 我不是为了酒 我是为了你 这 我给我老丈人的改口费 他要是喝了我的酒 那必须得让我娶了你 老启了 你这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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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要嫁给你这只瓶猴子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怎么了 真伤到了 好好好 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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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逗你玩呢 不过你刚刚那一巴掌啊 可是 伤到我的心了 你这瓶酒 还好 真没伤到 没事 我真没事 我真没事 放心吧 我这只猴王 见了岳父大人之后 那也是精神抖擞 刀枪不弱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会儿见到沈说 你可得把我这英雄舅舅的故事告诉他 让他老人家知道知道 我见他是多么的有诚意 我爸才不吃你那套呢 一瓶酒就想把人家姑娘给护肱走 这里面装的可是部队特供的高粮酒 试问哪位英雄好汉 能过得了美酒这一关 你说的英雄好汉统称酒鬼 我爸可不是 那我也有办法 反正咱们俩 以后的猴子猴孙都靠他了 你给我回来 你还想跑吗 那能跑吗 那能跑吗 跑不了了 这场子今天这么汗净啊 是啊 李大爷 李大爷 怎么着 今儿放假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用顾 走喽 走了 去哪儿了 爸 阿姨 我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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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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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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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告诉你吧 你回来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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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